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粗略地说 二者的差别主要在单刃还是双刃 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 双刃兵器也有被称作刀的 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这样粗略的区分也还是可以的 在石器时代 刀和剑很可能是无法区分的 到了以青铜铸造武器时 剑和刀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 正是剑具有双刃 而使它在实战中被淘汰 剑很可能并没有大规模的配备于普通士族 其原因有 一是在古代冶金技术十分落后 铸造一柄格斗用剑比割毛可能要用更多的原材料和复杂的工艺 所以 普通士族主要装备格斗效果最好的长兵器很难再配发短兵 这种状况 在质体业有较大发展的西汉之前是不会改变的 二是剑很早就成为兵器中的贵族甚至成为身份的象征 在考工技中 则明确的说上士 中士 下士各配上至 中至 下至的剑 可剑剑已经不是按战场上需要 而是按级别配的 有名的例子是荆轲刺秦时 秦王竟然阴剑太长而拔不出来 别说是攻击 就连防身也难 出土着著名的越王勾剑剑上 刻有它的名字 很可能只是用于表征其身份的宝剑 而不是为了战斗 在左传 桓公十年中 记载了于国公贪婪 向于书先索要鱼 接着又要宝剑 结果 于书就把于国公年好了的事 可见 剑已经成为和鱼类似的东西 在等级森严的社会环境中 大规模为氏族配备格斗用剑 不能太短很容易出体质上的问题 即使不考虑上述原因 剑作为格斗武器 也竞争不过高 是因它自身有着先天性缺陷 双刃 有刃 当然是为了砍枪 这就需要有相当的强度 不至于一砍自身就断裂 如果按照物理学的方法 把剑的横断面简化为一菱形 短对角线的长度和剑的几相对应 长对角线则对应剑的宽度 为增加剑的砍销力度 就得增长短对角线 而为了锐力 又不得不减小短对角线 这是一对矛盾 当然增大长对角线 也就是增大剑身宽 也可能增到砍销锐力程度 但这又不得不增加剑自重 重量增加有可能造成使用笨拙 在高强度和金刚出现之前 大批量制造锐力的 高强度的 又不是特别重的箭是相当困难的 刀当然也有类似的问题 不过 刀只有单刃 类似的 可以用一个锐角三角形 作为其横截面的物理模型 仿佛是件一半 为了增大强度 三角形的短边就加大 也会增加到的重量 但容易看出 为了达到类似的强度 及类似的挤后 刀的横截面面积 约略只有箭的一半 也就是说 可以使其重量 大约只有箭的一半 这样 刀比箭更衣造成后脊薄刃 在大约相同 的长度和重量下 刀砍消失的强度 可能是箭的二倍 这就使得 在近代野金技术出现之前 箭不得不成为只用一次 而不是用鱼砍的兵器 这对于兵器来说 是一大缺陷 不论是中国武术中立箭术 还是欧洲竞技运动中立花箭 重箭 箭都是用来击刺的 这样 箭作为兵器 从实战兵器中退出 也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 实际上 砍销过程中 一次只能用一边去砍 只有极特殊情况下 才能同时用到双刃 所以 双刃本身就包含着浪费 例外总是会有的 如果要成为重型武器 旋力器特大的使用 不求灵活了 只要求使用者左右横扫 也不是不可以用双刃的 这只能是武器中的一种特例吧 在中国箭作为军人的装备的尾声 应属中正箭 为蒋军的军官佩戴 从一方面说 箭是长寿的 猜测中正箭的功能 可能只是为不成功则成人时自杀用的 不过真没听说谁这样用过 真 要自杀 手枪是不是更方便些 有人会产生疑问 为什么西方古代普遍用戒 上面说的那些对他们不适用 不少反映西方古代战争的影视中 有官兵都用剑作武器的场景 其实 真实历史究竟如何 不清楚 在西方语言中 例如英语中的sard 德语中的sword等 都是既可能说的是剑 也可能指的是刀 记载中所说用的是sard 现代人就有了自由演绎的权力 影视中怎么选道具是他们的自由 不过千万不要以那就是历史再现 其实 中国古代也可能有刀与剑的中间物 P可能就是一种 说文解字说P是剑如刀装者 言诗古著汉书说 P一刀 按刘魁队伍都附主P 两刃小刀的 看了这些说法 也还搞不清P究竟是什么形质的兵器 但是 它和刀及剑剑似有密切关系 是不是刀剑的一种中间物 不能排除 但也不敢肯定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